第四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云服务器ECS磁盘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ECS的磁盘它分为哪几种类型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阿里云现在提供的磁盘呢都是我们的云磁盘 也就是基于飞天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盘古来实现的 它的每一份数据呢云磁盘它都是会存储三个不同的分成三份 然后呢分成小块 然后每一个小块呢分成三个都会有三个拷贝放在不同交换机的不同物理服务器上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副本同时丢失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它有非常高的数据可靠性 然后磁盘呢云磁盘的它能够支持独立的进行这个挂载和卸载 我们根据这个磁盘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SSD云盘 那么它是采用的这个SSD盘呢作为介质的存储介质的 然后第二类呢叫高效云盘 然后它存储介质呢就是采用的是这个SSD固态盘与机械盘混合来作为介质的这种存储 第三类呢就是普通云盘 它是用纯机械盘来作为存储介质的 所以呢这三种磁盘的这个使用效率呢就是从最高的SSD云盘到普通的云盘 然后中间呢性价比较为高的就是说价格也相对略低 然后呢性能略低的是我们的高效云盘 和磁盘相关的主要操作呢就包括你创建一块磁盘 然后呢创建好之后呢可以把这块磁盘挂载到ECS上去 然后挂载上之后呢mount之后这个磁盘就可以为这台ECS所用 如果这块磁盘你不需要挂载在这块 这个ECS上要挪为它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卸载掉 如果卸载掉之后你发现完全不需要使用 你可以完全把它释放掉 然后如果你针对这个磁盘做个备份 你可以进行磁盘的回滚 可以回溯到某一个时刻磁盘的数据 还有就是扩容磁盘 当你觉得磁盘的这个量不够用的时候 容量不够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行磁盘的扩容 那如果是系统盘呢 你也可以进行扩容 那你通过更换系统盘的这个操作来做 那如果比如说你的这个系统盘的 以前比如说Linux 你要把它变成Windows 或者换成其他Linux操作系统的版本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做系统盘的更换 然后在更换的同时呢 你也可以做系统盘的这个扩容 所以有关于磁盘的操作呢 其实跟传统的这种服务器还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有更多样的这种磁盘的操作 然后一块磁盘呢 也可以挂到多台不同的这个磁盘上 不同的ECS服务器上去 然后在磁盘的使用中呢 有一些限制 目前阿里云呢 能够每个用户最多可以创建的磁盘的数量是250块 每一个实力呢 最多可以挂载的是四块数据盘 高效云盘和SSD云盘最大支持的这个容量是32TB 普通云盘呢 最大支持的呢 只有两个TB 磁盘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它只能挂在同一个可用区的ECS实力上 在同一个时刻呢 一块磁盘只能挂在一个ECS实力上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系统盘是不支持挂载和卸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磁盘的一些相关的操作的演示 我们进入到阿里云的这个管理控制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ECS的这个 这个管理控制台界面下呢 我们可以点击磁盘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创建一块新的磁盘 然后购买磁盘之前呢 我们需要确认的是 我们买的这个磁盘 要挂到哪个实例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AnyTest 这个实例呢 它是在华东一的可用区D 那我们在创建磁盘的时候呢 因为不能挂可用区去挂载 所以呢 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在可用区D 然后我们创建一块 比如说 或者创建多块服务这个磁盘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六个Gb大小的磁盘 然后呢 它就会去开通 开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管理控制台来看一下 回到磁盘这个页面 华东一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刚才创建的那个磁盘呢 现在还没有出来 现在就出来了 出来我们这个六个Gb的这个磁盘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我们可以进行挂载 然后把它挂载到哪个实例呢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AnyTest 然后在挂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这个名字 然后是它的这个设备名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选这个磁盘 是不是要随着实例释放 而同时释放掉 如果我们的实例 就是释放了 那这个磁盘是不是要留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磁盘上可能要存数据 有可能你实例释放了 但是你这个数据还要存下来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磁盘相关的快照 是否有随着磁盘释放而释放 这个是可以选的 如果选择勾选呢 当这个磁盘被释放的时候呢 就是它相关的这个自动快照 也会被删除 如果不释放不勾选呢 它就不会执行这个操作 好 然后我们执行挂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状态就变成为挂载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是使用中状态了 然后呢挂载成功之后呢 我们通过Linux的这个FdiskL 就可以看到这块磁盘 然后进行mount等操作 这个就可以进行 这个磁盘的使用了 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磁盘 你发现现在它不能再挂载了 那你可以进行卸载的操作 然后在卸载之前呢 你需要做的操作就是 把它U mount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在其他的课程中 应该已经涉及到这一部分内容了 好 我们看 卸载完成之后呢 它的状态就变成带挂载 那么这个磁盘还可以再次去挂载 然后卸载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磁盘的释放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磁盘的扩容 然后扩容呢 非常简便 你可以直接选择 你要扩容之后的这个价格 然后去扩容 那就能够完成 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演示 大家可以客户自己去实践一下 然后最终我们完成一个释放呢 这个释放之后呢 这个所有的操作就不可以 然后释放完成之后 这部分就不再收费了 那我们整个磁盘的操作大致就是这样 好 本节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